好 歡迎繼續收看大話新聞 我們今天專訪清明黨的總統候選人 宋楚瑜 宋主席 也因為宋主席的參選 讓今年的選舉 總統大選變得更加的詭譎 難測 那麼宋主席他到台南 到花蓮 也都有很多敗票的行程 他認為他自己能拿多少票 等一下我們來請教他 來 我們來看VCR 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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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者高喊動算 選前最後一個星期天 親民黨總統候選人宋楚瑜 來到花蓮的伏丁公園造勢 痛批馬政府承諾跳票 不重視花蓮人的權益 把他們當成此等公民 馬總統也承諾過他當選之後 他會把那條道路為大家做好 做好了沒有啊 不能夠因為花蓮台東人少 我們就不照顧我們的東部的鄉親 東部的鄉親不是二等國民 除了提起過去選長時期 對花蓮的承諾全都一一實現 反觀馬政府執政四年來 不只城鄉差距日趨嚴正 政府與民心也越來越遠 宋楚瑜要選民找回民主的價值 不該只是選藍或綠 應該是選賢與能 讓我們憂慮的四大差距 城鄉差距 貧富差距 南北差距 我今天還要加上東西差距 很嚴重的 還有一個就是政府跟人民之間信任的差距 離開伏丁公園來到花蓮市區 宋楚瑜走向人群一向選民握手 現在的鄉親 宋楚瑜來了 宋楚瑜回到花蓮 也期待能喚起花蓮人 當初支持老省長的心 好 主席 現在中全會的規定就是 現在也不能公布民調了 那麼你自己的了解 或者你自己有這個評估 你會拿多少票 我無法在這個時候去用任何的數字來表達 但是我很明確的了解得到 這一次的選舉跟歷次選舉最大的不同 就是中間選民不表態的相當多 而前一段時間所謂的這個民調 嚴格講的撤不出這一些沉默的大多數 第二個 我自己親自去走 包括我像昨天我在這個花蓮 我從八點鐘開始 一直走到這個十點鐘 我可以看到整個的街上 在樓上 開始的時候還比較這個保守 在這個店的後面在招手 等到這個氣勢一出來了之後 你就看到他們衝出來到街頭上來跟我這個握手 然後照相 然後在這邊加油支持 而且很明確的說我們會投給你 所以我昨天在這個用麥克風 自己親自拿了麥克風 講兩個很重要的重點 我說剛好有一位有大陸上來的這個遊客 他們特別講很了不起 台灣的選舉是這樣 我說你看連大陸上都羨慕 台灣的民主是人民當家做主 不是由政黨代他們做主 所以因此大家看了這樣的情況 那個的人潮和數字 絕不是原來他們想要去打壓的那些數字 而這些不表態的相當多 尤其是我所說的那個中間選民 特別是中下階層 我看到太多的中下階層活不下去 而且他們的強烈的那種反彈 希望有所改變 希望台灣會變天 所以你自己也估不準 我估不準 但是我很明確的了解 我必須說現在執政的 這個馬總統的情況不好 為什麼不好 你說他的選情不好嗎 選情不好 選情不好 最重要的就是兩個大的原因 昨天我特別提到了 就是人民對他的信任 發生嚴重的這個 這種問題 我講了他的四個 四步 就是他不了解民情 是不是 他這個不會用人 同時他不會善用這個資源 這個最重要的 不知民間疾苦 不知民間疾苦 這些的情況 確實跟我們在台北 所看到的落差 實在太大 實在太大 我幾乎到每一個場子裡面問一下 說瓦總統不要講633 只要講那個 3 就是最後國民所得 3萬美金 每一個人有3萬美金 他後來講他至少有2萬美金 那我說好 就算他講了2萬美金 請問2萬美金的意思就是 每一個人包括嬰兒在內 每一個月 每一個月應該要有5萬塊錢台幣的收入 有嗎 我說有的請舉手 沒有人舉手 我說沒有的請舉手 幾乎都舉手 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是政府不誠實嘛 就是你那些數字不但是冰冷的 而且是跟實際的狀況是也嚴重差距的 當然在昨天還是前天 我們在台北市這個首善之區 在大同區去發明 去發明 不是我候選人 候選人不能隨便發明 我去了解 你發明就變成匯選了 就變成匯選了 我了解他們現在正在東令救濟 去給低收入的 原來是600戶 是吧 現在變成900戶 那增加的數字 這個比例是很高的 台北市都是這樣的話 中南部是怎麼樣 所以我才是放在身上 我一直說放在口袋裡 這位 這位 這位這個小姐 她捐我100塊錢 我說我這一百塊錢 我不會拿來做競選 我拿來作為我的警惕 將來施政時候的警惕 就是人民生活的困苦 政府不可以從而不聞 那裡面學這個 她講的很簡單 她這個裡面講的很簡單 她說主席你別哭 每天還是有很多人想自殺 只是還有牽掛 她一天 她一天 她的一天 對不對 她的一天 她說 這100塊錢 她100塊錢 對吧 她說我用的紙都是很不起眼的 這個紙 她說 我非常厭惡藍綠 這個紙會站在高高在上 以五感的數字 相互的抹黑 美麗的這些文藻 來做無謂的 形塑作 童話般的這個圓景 他們不知道像我家的生活 就三餐而言 爸爸10年來沒有收入 靠老人的3000塊年金 我要照顧殘疾的父母沒有工作 然後一家三口一天吃飯 不敢超過150塊錢 幾乎每天晚上很冷 只用一個小鍋子煮一些青菜跟幾塊排骨 一個人一個饅頭或者熱的湯來吃 是生活很慘嘛 所以像這樣的貧富的差距的問題 我們不能不重視 主席來我再最後一講 你認為馬總統會連任成功嗎 我很懷疑 什麼原因 你認為他會落選嗎 我到目前為止 我可以這樣講 那就是剛剛所說的 這個資源分配的嚴重的這種差異 寧可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欠了這個全民健保180億 不還 然後要台灣省的省民去提高健保的這個漲價 來還 這公平嗎 而台北市既然有錢 去登那些什麼世界大學運動會的廣告 要花多少錢 你看幾乎前端時間 這個報紙上也登廣告 電視上也打廣告 廣告上的廣告詞說 讓世界看到看到台北 其實只是看到那個市長在那裡揮手而已 是在替誰在做廣告 但是花廣告不要錢嗎 可以這樣子用植入性的行銷 每天在打廣告 但是我們好多的低收入戶的全民健保 繳不出錢來 為什麼不把這個錢幫這些沒有薪水的低收入戶 去交全民健保 而讓他們被鎖卡不能夠去照顧呢 來來來來 主席 對不起 這個真的就要講一下了 其實這是大話新聞討論很久很久的東西 你剛好也拿出來談 就是說有錢打世界大學運動會的廣告 但是呢台北市為什麼不還健保費 這是您講的 那這個自由使報把它做成這個 一個板的頭體 馬總統是這樣 馬總統是在台北市長任內 欠了健保費的不還 那因為他認為這個不應該 應該是專案負擔 可是打官司 打行政官司 一審輸 二審也輸 那行政官司其實就是到二審而已 後來他還是不服氣 他釋憲 就大法官釋憲 他還是輸 後來連立法院的預算中心 都說這個違法 你不還是違法 好啦 後來市長是好龍斌好市長 好市長是有拿土地出來抵押 出來拍賣 老實講 只要當時的衛生署去執行 錢就回來 衛生署當時不執行 怎麼辦呢 馬總統他的政府也不還 後來變成中央政府編預算 美其名叫做北高 他一起攤 事實上高雄欠一點點 因為高雄人口少 公司大部分就在台北 這樣子 總共他欠了 大概要400億 有400億 可是馬總統憑什麼 他已經打官司輸 視線也輸 他憑什麼不還呢 我想請教主席 對 我就覺得很不公平 我做台灣省長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每一年我要編幾百億的預算 全部加起來 我是代表台灣省來付這些錢 而且當年中央政府也曾經承諾過我 那就是應該要一所補助 他沒有 但是我們還是規規矩矩 我是模範生 我們沒有欠一分錢 有紀錄可查 那為什麼台灣省可以做得到 台灣省難道比台北市有錢嗎 我們台灣省服員那麼大 我一年的預算 以比例 人口比例來講 比台北市 和高雄市少很多 那現在如果說有中央來補助 那為什麼不去補助台灣省的省民 讓台灣省省民相對的 在全民健保要去調整的 所謂二次二代健保的時候 應該少付一點錢嘛 是啊 那在這個情況上沒有的話 難道公平嗎 你知道現在台南省有很多人被鎖卡 是 沒有辦法看病 所以我就講 所以現在就變成 我們很沒有人情味的一個施政 這個施政就是我們的健保也好 可是這不是人情味 這是守法問題呀 所以我講的是雙重問題了 這雙重問題在哪裡 就是不單要守法嘛 我們學法律的不守法 然後剛剛講的話 用各種特殊的一種方式 來改變他應該有的責任和承諾 這才是真正我覺得不可思議的事情 那為什麼馬總統還講他 他口口聲聲依法行政呢 這就是我剛剛講 不但不守法 而且很多應該要去辦的事情 剛剛講的話 我們今天講的話全民的預算 那天我們在辯論的時候來講的話 為什麼我們愛台這個12項建設 全部一共全省各個地方 拿出哪一個地方 哪一個縣市有這個政績表現出來 花蓮所承諾的 我去看花蓮 說除了宋省長離開之後 以後就沒有這個巨型的這個重大的一個建設 我到苗栗 我離開的時候 那個台十三線坐在哪裡 現在還停在那裡 一樣的所有的情形 說政府沒有錢 那政府的錢都到哪裡去了 來來來 主席 對不起 今天來我真的是要給大家看一下 難得您來 我比較有多的時間 可以把它這個講完 這個我相信你也都看到 這是我最近收集的馬總統他所帶領的 政府各部門做的廣告 這個是行政環境保護署環保署 有單才安心 燈管回收有一套 回收管道多資源變黃金 您猜了嗎 這樣子需要登廣告嗎 這樣子多少錢 這樣子要幾十萬 法官評鑑制度上路司法改革更進一步 司法院廣告 請問這個需要廣告嗎 來 再看 財政更健全 戶稅更公平 黃金十年 健全財政 財政部廣告 這需要廣告嗎 照理說是說 今年 人家看過這個廣告很多不必列舉 我還可以補一個 我還看到我們那個體委會的廣告說 請你好好照顧身體啊 好好的重視運動 這需要廣告嗎 對呀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很莫名其妙的廣告 所以我當選之後 我一個行政和財政的紀律 我將不許任何的政府機關 做植入性的行銷 亂登廣告 這是一個非常浪費 我們納稅人錢的事情 我昨天 前天我到台南 我特別到嚴平君王市去看 我記得以前看過 果然呢 有那個比我人差不多半身人高的 大的木匾 寫在那裡 這是同志年間 一位我們的支憲寫的詞 他引用宋太祖寫的一句話 耳縫耳陸 明知明高 上天 不是 下明易虐 上天難欺 以前大家後面兩句話就是說 下明可欺 上天難逃 耳縫耳陸 明知明高 這些錢 這些廣告的錢 哪個不是明知明高 明知明高不用在我們人民的身上 對極難救助的事情不去照顧 寧可看到這些人被鎖卡 然後失掉了生命 而不去幫他們去解決 寧可去欠全民健保的錢 也不去幫沒有收度的人 好好去照顧他的身體 這個社會還讓人家覺得 是一個有希望的社會嗎 這種政府難道還不需要換人做嗎 就是 請大家看一下 中華民國精彩一百 有看到嗎 這照片是什麼呢 黃金十年讓幸福爭執 這是誰 這是誰 這是馬總統 黃金十年健全財政 你覺得這是廣告還是競選宣傳呢 你覺得這是競選 這個是競選宣傳還是廣告呢 我覺得由人民來做決定 是 我要講的其實就是說 馬總統曾經贏過很多票 現在是要不要的 如今真的把國家的錢當成什麼 把百姓的錢當什麼 等一下我們還有很多廣告 我都沒有重複 我再打一個預刷 等一下好不好 我先進個廣告 我們今天進個廣告好不好 來 先休息一下 無綿 收視告 感谢观看